Hello everybody 今天我想教大家做一下海绵蛋糕 因为有好多朋友跟我说啊 海绵蛋糕太难做了 怎么比戚风更容易把人戚风啊 那就试试我这个不容易失败的海绵做法吧 蛋糕模具用的是6寸圆模 底部先放上减好的油脂 四周也要围上一圈哦 这样蛋糕脱模后 模具就几乎不会粘到蛋糕泻了 方便清洗 做蛋糕前先把黄油放到牛奶中 隔温热水放置一会儿 让黄油融化成液体备用 这次我做的是分蛋海绵蛋糕 需要先把蛋白打发好 方法嘛跟做戚风差不多 细砂糖分三次加入 全程要用高速打发 转起来 第一次加入的时间是当蛋白打成粗泡泡状 当蛋白变成了细密泡泡状 我们再第二次加入砂糖 蛋白霜已经打到有轻微纹路的时候 就可以加最后一次了 直到把蛋白霜打到感觉有阻力 纹路非常立体 停机提起打蛋器 会拉出一个小尖沟就好了 接下来把打蛋器开到最慢速 是最慢速哦 分次加入我们的蛋黄菌 轻柔的转速才不会让蛋白霜消泡 记得放入一个打匀了之后 再放下一个不要心急啊 看看看看 蛋糕细腻到几乎没有气泡 打发好的效果应该是提起打蛋头 蛋糕低落的纹路清晰可见 并且可以保持得很好 进行下一步拉 一次性塞入低筋面粉 从底部往上翻拌 力度还是需要轻柔哦 这个手法的要领就是刮刀要翻到底部 提起刮刀 抖落干面粉 转移下角傍晚 如此类推 直到面糊没有明显的干面粉 就可以停下来了 你看看 你仔细看看 面糊有颗粒感 略粗糙 这样是没问题的 这个阶段无需追求细腻 从温水拿出已经融化的牛奶黄油液 取少量面糊放进来 搅和搅和 混合均匀就好了 然后隔着刮刀 倒回剩余的面糊中 继续以轻柔的力度 从底部往上翻拌均匀 大约20-30下左右 面糊就会被你感动的变得越来越细腻 倒入铺好油纸的模具中 震出大气泡 放入提前预热的烤箱中 放下火160摄氏度 烤45-48分钟 大家要记得根据自家烤箱的实际情况 去调整时间哦 叮 炉时间到 把蛋糕先倒扣 等到放凉以后 脱模 再把蛋糕撕去四周跟底部的油脂 这金黄的色泽 细腻的组织 感受一下魔法般的回弹力 今天这款分蛋海绵蛋糕 对于蛋液打发的温度没有那么苛刻 成功率也更高 做不好全蛋打发海绵的朋友呀 不如先试试分蛋的做法吧 各位好看 我来问你们先看 我们先试试分蛋糕 都要cover 我们先试试分蛋糕